詞曲 李宗盛 嗨 大家午安 我是李勳 其實張師大對我來講 有一點特別的小情懷 因為我彰化人嘛 所以以前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都會來張師大這邊換證 去圖書館裡面讀書 所以這邊對我來講 有一點既熟悉又陌生的小感覺 那今天呢 想要先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想要分享的內容 那我的主題呢 就是沒有夢想也要理財 即便你今天是普通人 也會因為理財這件事情呢 讓你成就非凡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很多的講座裡面都會希望 你一定要開始 不管你今天要管錢啊 投資都可以 但是至少要行動 才是最正確的方式 先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 我呢叫李勳 影音平台上面的名字呢 是勳力 那我現在呢 是一個影音平台的創作者 也是一個信用卡評比網站的創辦人 而我的影音平台上面呢 其實分享很多有關於錢的內容 包含的省錢 存錢 投資 或者是到理財 那在今天 進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你們覺得大學生或者是年輕人可以嘗試理財嗎 那如果你就可以 可以小小幫我舉個手嗎 哦哦 蠻多人 好好 很踴躍 謝謝 大家可以放下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每個人心中 可能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答案 或許你已經開始理財 但或許是你聽身旁很多人叫你理財 但你都講不聽 但是你有這個想法 又或者是你從來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都沒關係 但是我希望可以透過今天的分享 讓你開始慢慢正視這件事情 但如果你要問我 我的答案的話呢 一定是可以 而且呢 是絕對可以 因為 呃 我之前算是有個小小的成就嘛 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25歲存到100萬這件事情 而我現在其實也快30歲 下禮拜的時候我就滿30歲了嘛 那我在28歲的時候 也很幸運的存到350萬 但一切的過程 我覺得除了幸運 跟努力之外 我覺得最直白的就是 我很愛錢 因為我覺得 呃 我從小到長大 其實都對於錢有特別的執著 不知道大家如果 被問了一個問題 或是講了一句話 你有什麼感覺呢 這句話是什麼呢 就算家裡沒錢 我也會借錢讓你去讀書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會有怎樣的想法 又或者是 欸 講這句話的人是你嗎 你會 有怎樣的感受 其實這個時候呢 是我還記得在國小 我要進去補習班的時候 然後在門塊關上的時候 我媽就對我講這句話 很像八點檔 或者是偶像劇 就是會跟你講一些很 很戲劇性的言論 但那時候他講得很輕 可是這句話 卻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裡 所以現在每一場演講 我都會問一下大家這個問題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意識到 錢很重要 我家其實家境 以前沒有到很好 都是我爸媽他們 加班換出來的 我還記得我 小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 我在睡夢中 要等我爸媽回來 然後等到睡著 因為他們都一直在加班 所以從小我就知道 錢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媽呢 常常告訴我一個觀念 就是如果你今天賺一塊的話 你最少最少要存0.5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每次在花費的時候 我都會很精打細算 甚至是我會很省錢的 去做每一個決定 尤其是我在花錢的時候 我會去換算一個方式 就是換算自己的時間價值 我會了解到 這幾個小時大概值多少錢 那我今天想要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值得我工作那麼久嗎 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就可以很好的去換算它 雖然大家聽我分享理財 好像覺得 你是不是數學專家 但其實沒有 我數學從國中開始就很長 不及格 所以呢 我覺得數學好不好 跟你今天會理財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重點在於你有沒有行動 那其實我對於心算還算蠻厲害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 有學過足心算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可以很快的知道 這個東西打折之後是多少錢 這個東西加這個東西搭配起來 我應該要花上多少錢 所以這個算是我一點 小小的專長 算是精打細算 那前面一直講到 我愛錢嘛 那我愛錢 做了哪一些小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偷錢 但我先跟你們講喔 偷錢不合法 但還好我偷的是我爸的錢 所以好像就也還好 那我為什麼會偷我爸的錢呢 因為我爸以前他做保險的 所以會收保費 他都很愛收現金 那我知道他會放在哪 他會放在我人家客廳的櫃子上面 那那個櫃子呢 在於小學的我來講 是稍微有點高 我需要大概爬個兩層 才有辦法拿 那有一次呢 我就不知道哪一根基因不對 我就突然爬上櫃子 去抽了一千塊 因為我想說他那麼厚一疊 我爸應該也不會知道少了一千塊吧 但我就笨在呢 我在我哥面前 就把錢從我口袋裡面拿出來 我哥那邊問我說 欸你這一千塊哪裡來的 我就跟他說 應該是過年的紅包 我不小心放在裡面 如果那時候 是一個小小的網紅 我應該就可以上行文 或是發發文 但很可惜那時候沒有 但這件事情呢 也讓我意識到 其實我 當時我不知道這一千塊 他對我來講要做什麼 可是我就很想要有這一筆錢 我沒有什麼買東西的慾望 但我就覺得錢對我來講 好像很重要 接著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從國小就開始 想要開園 我就想要賺一點錢 所以呢我就叫我媽 煮一些荷包蛋 可能放在塑膠袋裡面 那我就在我房間裡面 開始擺攤 放荷包蛋啊 放一些自己的小零食玩具 希望呢 有人來買 但殊不知 我人家家大門就是 伸鎖嘛 所以會來買的時候誰呢 照顧我的阿嬤 他就會偶爾來 給你買一個小東西 讓你覺得 你好像有在做生意的那種感覺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我以前呢 還會去 賣搓搓樂 就是以前過年的時候 我們很常去入港老街嘛 那我們一定會買搓搓樂回來 當然前提就是 自己會先把那些搓搓樂都搓完 然後把零食啊 裡面的東西都拿出來之後 我就再放一些餅乾進去 然後再用紙把它封起來 因為我以前是我阿嬤顧的嘛 所以 只要有親戚來 我就說 欸你要不要戳一下 一個五塊或是十塊 然後他們想說 欸小錢 所以就會戳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順便賺到零用錢 我現在想起來 我覺得以前的種種都 有點小荒謬 可是 就會 你就會發現 欸 這個人真的是 很愛錢 那 我為什麼 那麼愛錢 其實 我以前還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我前面不是有說 我要 擺攤嗎 擺攤需要什麼 收銀機 收銀機怎麼來呢 我總不可能叫我爸媽買給我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手作 那那時候有什麼方式可以手作呢 就是用紙板去割 所以我那時候在割紙板的時候呢 就不小心就連同手指的肉跟紙板一起割飛了 可是那時候我不敢跟我阿嬤跟我阿公講 因為我覺得很怕被罵 以前小時候就是做錯事就覺得 啊我不敢講我好怕被罵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手上這個巴有點大 但每次看到我就想 就覺得它是一個愛錢的小勳章 就覺得還滿好笑的 那我以前喜歡錢的個性喜歡到呢 我就親兄弟也搖民算帳 所以之前呢 我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跟我哥說 就算你以後沒錢 我也不會建議錢 就我對於錢的执手已經到一個無可自拔的地步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錢很重要 讓我讓時間快展到高中 在高中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最難一件事情就是要選自願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選到自己理想的學校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可是我在當時呢 我在思考想要的東西好多 我不知道怎麼選的時候 我就去想說有什麼是我此生都不想要做的事情 我第一直覺就想到 我此生都不想當上班族 所以我就選了電影系 那也很幸運的是 我從畢業到現在都沒有在辦公室裡面工作過 我覺得這算是我的自己的小幸運 那我畢業之後是當廣告公司的製片 所以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跟大明星拍片 可能蔡依林啊 學家演等等 但我身旁的朋友都會很羨慕我說 喔 你很好耶 就是可以跟那麼多明星拍片 可是我自己知道這份工作我做不喜歡 我甚至會用痛苦來形容這份工作 所以我就試著 有沒有其他機會可以讓我逃離這份工作 我開始踏出舒適圈 我開始行動 所以我那時候呢才開始創立了我的影音創作頻道 但我覺得也很幸運 因為我那時候有行動 我才有機會站在這裡跟你們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我上了大學之後 導致說我是有一點自卑的 就是因為我身旁的朋友他們都很有自信 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好像不如他們 所以我就開始從存錢開始 因為當我聽到他們月底月光足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很有自信 因為我覺得錢這件事情是我有辦法控制 但我身旁的朋友好像沒有辦法控制那麼好的時候 當我聽到他們月底沒錢 我就覺得我的自信感上來 有一種優越感 雖然聽起來有點病態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大學唯一能夠增加自信的方法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學到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會設定每日的上限 我大一的時候才開始有零用錢 那時候每個月是五千塊 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少 但這也是十年前 所以十年前這個數字對我來講 它算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因為我讀的學校呢學費比較貴 又是我父母負擔的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 我不要再跟家裡拿零用錢 就是我這五千塊絕對會把它用好用滿 甚至是呢我每個月想要多存五百元 所以呢我就會想說有沒有 我要去計算我每一天最多能花多少 所以四千五除以三十就是一百五十塊 這件事情我有寫在書裡 然後也有新聞轉發 當然就被罵嘛 下面就說怎麼可能 為了騙流量等等的 但其實這件事情背後的目的就是 當你覺得一件事情很重要 或者是你今天沒有後路可退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在大一的時候我都沒有透支過 那接著呢在大二的時候 因為我在大一的時候我存了一筆錢 我不喜歡存到七萬塊 但我就覺得我存了七萬塊 我希望讓別人知道 我希望得到一點稱讚 所以呢在某一年母親節 我就跟我媽說 欸你猜我存多少 她就說欸多少 我說七萬 她說欸不錯蠻厲害 我就覺得我的目的好像達到了 就是有一種被人家摸頭的快感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就結束 大二上呢 我媽就打一通電話說 欸你存七萬了對不對 我說對啊怎麼了 她說那我就不給你生活費了喔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呢 錢不漏白 就是就算連父母 你也不要跟他講你的存款有多少 所以在我沒有零用錢的時候 我就要去想嘛 我就去計算我的固定開銷 我要知道每個月最少要花多少錢 我要怎麼賺才有辦法養活自己 然後不要用到我自己的存款 所以這是我學習到的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設定存款的目標 存款目標我覺得是有兩個方式 可以讓你更好的去決定 第一個就是設定你要時間 第二個就是設定金錢 等於是呢 你要用多少的時間存下多少錢 只要你有這個目的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很快的反推回去 你每個月需要最少賺多少 你每個月需要最少存多少錢 那當然 我知道這些呢 都很理論 有些人就會說 你講那麼多 可是我就是還是存不到錢 怎麼辦呢 這邊推薦一個 我覺得很有效 而且蠻無痛的存檢法 叫做五十元存檢法 希望大家呢 可以準備一個 大概拳頭大的鋪滿 那你只要有五十元 你就存進去 這個我會變成一個遊戲 就算到現在 我還是都有在嘗試 就只要我去買東西嘛 七十塊 我會給他一百二 然後他就找五十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就趕快把它存到 我的小鋪滿裡面 你不會覺得有壓力 因為它就是一個 越來越像是 換算遊戲的概念 那我把它存滿之後 你很常用現金消費的話 大概三個月左右就會存滿 小鋪滿 存滿的話 金額大概是三到四千塊左右不等 你會覺得 欸好像蠻多的 那當你存滿之後 其實你會有一個成就感 甚至你會告訴自己 原來我也會存錢 這時候呢 你就會想辦法 找其他理財方式 或者是試著 用大一點的鋪滿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你身旁 真的有存不到錢的朋友呢 我是真的還蠻推薦 這個理財方式的 呃 我拍影片拍到現在也 第七年了 然後總共上線了 有一千一百六十四支影片 因為我昨天才剛統計過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沒有很長 但也沒有很短 大概佔我人生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我覺得我算是一個養成系的創作者 從一開始只會省錢 到現在慢慢分享投資理財 觀眾也跟著我一起成長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回去帶高中營隊 我在影片裡面講過一句很噁心的話 就是我希望這個世界可以因為我 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句話當下無心講出來 可是現在卻覺得這句話 好像默默的在帶領我前進的感覺 雖然我不知道我現在能夠改變多少人 可是當有觀眾他私訊我 告訴我說因為我的影片他開始理財 因為我的書他開始存到多少錢 我就覺得這好像就是我自己做事情的意義 我自己工作的意義 我覺得每個人對於你自己的工作 都需要有一點意義跟喜歡 你才有辦法繼續前進 所以這是我有辦法一直撐到現在的動力 那雖然說我前面跟大家分享 我25歲存到多少錢怎樣怎樣 但我想要最後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幾歲存到多少錢一點都不重要 每個人經濟狀況 每個人家庭環境都不太一樣 有可能現在很努力打拼 但你就是存不到錢 你可能有家庭或者是要幫父母還債 我覺得這些都沒關係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開始在理財 你有沒有開始在行動 我覺得不是說你一定要有幾百萬 你一定要有很多錢才開始理財 只要你可以對於你每一分花出去的錢 開始在意 其實你就是在理財了 所以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也不要讓自己被社群給影響 不要讓別人說 為什麼他都可以活得這麼好 為什麼他都可以一直出國 但我現在卻要被困在這裡 還要那麼努力的辛苦工作 我覺得偶爾讓自己喘息一下 你會讓自己過得更好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廢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覺得 哇別人好成功 我不知道自己幹嘛 為什麼別人19歲韓團就出道 然後我19歲不知道在幹嘛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個想法 但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是 不要有社群焦慮 做好自己的每一分規劃 你只要問問看自己 你在焦慮的時候 你問問看自己 我有按照我的計劃在執行嗎 有的話 那你就放心的繼續做下去 最後我想要分享一首 因為我也是要分享一首詩 但這首詩是一個美國的短詩 我自己很喜歡 那我截錄一段跟大家分享 這一段它是說 你沒有領先 你沒有落後 在命運為你安排的時 去的一切都會準時 很多人會覺得 別人50歲當上老闆 或是別人25歲就當老闆 但我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這首詩的意思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失去 你只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機會自然而然會朝向你靠近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論在什麼時候 都好好把握好自己的事情 你現在做的工作 搞不好都有它的價值 你不要去抱怨它 你把它做到最好 或許呢 未來就會有一雙手 告訴你說 因為我看到你的努力了 所以我願意給你這樣的機會 所以不管幾歲 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都希望你們 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或在自己的事業 可以發光發樂 那以上呢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內容 謝謝大家 我是李遜